南蘇丹和索马里持续内战 越来越多人逃难去其他国家 肯尼亚收拾了很多难民 但其实它连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 因为如果再不下雨 当地人将会缺水缺粮 我们现在在肯尼亚西北边 缺图难民营里面 这里难民营的数一 增加现在有18万 其实这个难民营只能够可以装9万 什么都没有的难民已经失去了身份 也都没办法工作 只能够倚靠救援组织去派发粮食维生 但是难民的人数越来越多 国际救援的资助根本没办法 满足这个庞大的需要 除了肯尼亚收拾的难民 面对粮食不足的问题 当地也受到干旱情况严重的影响 这里是非常干旱的地方 村民都告诉我们 过去一两个雨柜 其实下雨也是非常差的 在我身边的是Simon 他两岁大 但他的手臂其实都不够10cm的幅度 还有只有7.5公斤 正常的应该是12公斤起码 他妈妈Lavender都是食物不够 所以他自己都没有足够的奶水给个BB仔 当地的居民跟我们说 三月是雨季 但如果再不下雨 他们会缺粮缺水 这样很多好像西门这些小朋友 就有可能会因为粮食不足够 而患上营养不良 天灾人祸导致很多饥饿情况严重 不少的贫困家庭贫乱绝境 请即伸出援手 你的支持可以让孩子战胜饥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